除了大家看到的YouTube Channel之外 另外,我們還有Facebook專頁和IG 希望大家多給點Like、支持我們 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Like and Share 以及給多點意見給我們 另外,我們亦有Hifi Review的網頁 以及Passional Audio的網頁 希望大家瀏覽一下 給多點關注我們、支持我們 多謝 電腦椅子 你好,陳凱川 又和大家在這兒見面 今次要介紹的就是日本SDOK的頂級產品 不然還未說是誰之前 就要說一件事 就是我們完成了我們的產品報告之後 寫好文章之後 然後就準備拍這段影片 之前代理和我說了一樣東西 他說完之後就立即令我心魔跳出來 不過其實這個是所有傳媒的心魔 無論任何界別的傳媒都有 什麼率先報道 可能是新蒲崗第一個報道 九龍半島區第一個報道 或者香港區中國區第一個報道 各樣各樣的第一 總之我是第一個報道 不過接著想想想想想想 其實我講來講去 我都是第二個 全地球第二個傳媒報道這一套系統 那是不是很值得去驚訝這件事呢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我覺得都是我們的 無論我們文章的內容 或者影片的內容 可以帶到幾多信息給大家 這個比我們更重要的是第幾個事 好 入正題了 講回今次的主角 如果大家對日本Soloq有些認識的話 我會知道 那件產品如果它的型號是三字尾 就代表了它是旗艦的產品 而我身邊這三部機其實都是三字尾 所以都是旗艦產品 包括最頂這部 D3的解賣器 中間這部 Z3的Network Transport 以及最底這一部 X3的主時鐘信號產生器 三件再加上一條線 其實還有另一重身份 就是它們合稱為 宙斯系統 為什麼叫宙斯系統呢 其實是一個宿舍 Sero Link Ultimate System 剛才說到這個 就是一個宿舍系統 一定要四件產品加起來 但是講述那天前 也只是看到三件產品 為什麼呢 因為它認為解碼和宗之間 那條宗線 一定要用一條 Soloq出品 而另外買的宗線 大家看到圖片就是這一條 加上這條宗線 整個宗斯系統才會完滿 這件事其實也帶出了一件事 就是這次的主角 其實是解賣器 就是D3 D3很特別的一個地方 就是完全體驗了一件事 就是Soloq這班人 是很煩的 煩在什麼地方呢 就是他們完全好像不妥協那樣 不過其實發燒有都是這樣的 發燒是什麼 就是不妥協 吹無求疵 閹閹 Soloq這班人其實就是有這樣的心態 所以他們做個解賣器出來 就是有件事大家都猜不到的 就是 它是必須要用一個外置的時鐘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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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HIGH END的東西都有外置的時鐘 要弄清楚 是必須要用 不用無聲出 是不是很嚴漸呢 其他的系統就是 你可用可不用 用了會升級靚聲了 但是Soloq這個D3 是沒有內置時鐘的 它一定要用外置時鐘 即是說 你只是花錢買件D3回去 只有擺字 好老實講 這句 但是你玩得它 即是你有要求 其實就是要D3 再加上X3這個時鐘 雖然X3都會跟一條 跟機中線給你 時鐘訊號的接駁線 但是它都建議你 買買另一條升級版的 整件事就不同了 不過主題都是說 不妥協將鐘從解碼抽出來 將它獨立 講來講去 都是為了閹黏 為了有要求 或者你可以叫做吹無求疵 所以它要將鐘抽出來 因為他們都知道 鐘對解碼的影響 亦都知道 最好的方法 就是將它抽出來 給一個獨立的商具 裝起它 與解碼分開 這個效果是最好的 就算它獨立了鐘出來 其實都很搞鬼 或者都很嚴謹 就是我第一次搏這套機 搏好之後 都已經開啟了 有少許忐忌 為什麼呢 究竟鐘已經開啟了沒有 完全沒有一個電源的LED顯示燈 或者裡面沒有一些 跳掣 或者計電器的聲音 令你知道 咦?我已經開啟了 因為他們說 任何一顆LED都會影響 鐘的表現 影響到聲音 裡面有任何多餘的計電器 你看到很多機 電腦板上也有LED燈 但那些燈 其實跟那些機操作無關 最主要 很多時候都是等在電腦板 令到他們知道 如果那部機 有些什麼出現問題 不正常的時候 他們看那些燈 就會知道 是哪部分出了問題 這些他們覺得 跟聲音無關的東西 全部在鐘上沒有出現 所以 插著電 把電源開啟後 拼好 開了聲音 我才敢肯定 鐘是開啟了的 雖然今次一次過 試完這三件機 但主角始終都是 D3解碼器 因為Z3 其實還有一些功能 未開通 稍後就會開通 開通完 我們會獨立再試它 今次 先講解碼器 但是為什麼 又要拉上Z3 還要故意播出 NAS NAS 用磁鐵 去播出裡面的 file 不去 播出這個串流 待會會再解釋 但是 要講講 今次主角 D3 內容 他們四言加起來 組成了 就斯系統 雖然這篇 我們的封面故事 連著主角的主角是D3 雖然這封面故事 一定要跟Z3 連接電話 和 鐘 加上 中線 整件事 才會是 一伙擴出 但那些 其實是 是seal link seal link就是由解码和network transport中间的一个联系 它用一条我们以前都见过的 在AV上或电脑上之前都用得多 DVI线的一个界面 去传递信息 去将解码和network transport联系 再加上中 这样的做法下 解码和network transport 都会以主时钟为一个参考 去拿一个同步讯号 时钟的同步讯号 因为取样频率一致的话 整件事会变得简单 D3加上Z3再加上X3 为一个参考时机完全同步的网络系统 取样一致之下 已经没需要再有SRC的取样频率转换电脑 亦都不需要用PLL 即是上位所还道 去同步取样频率 这样的工作流程更加直接 单纯 令到音质有大幅提升 所以整件事的重点 可以说是seal link 这个接驳 或者传输的模式 如果觉得我刚才形容seal link 都好像有些复杂的话 或者我再简单说 就是seal link 输入中端 就是有一组 计电器 组成了一个转换器 它们不会令到 有时机失真的出现 即是jitter 通过了这处之后 它直接 入到D3 DEC的晶片上 一个专给seal link 用的接口 那种直接的方式 我会形容为 就像贵宾特殊通道一样 碰行碰过 即是少了很多 不必要的失真和选耗 所以靚声了是应该的 好 讲完那条靚声的特殊 贵宾通道seal link 之后 都是讲回主角的D3 不过要讲D3 我觉得就有少少重复 重复了些什么呢? 其实是重复了先前 它的名字 可以说的SACDG S3 某程度上 我会觉得 它们是一个双生的设计 因为 其实D3 可以说是S3 没有了这个 实信系统的一个设计 但是没有了之后 其实它的解码系统 你会发觉 咦? 只是做一个解码 它都落这么多料 事实 你看到图片就知道 虽然是双生设计 但是重料到 你会觉得 同一部抗音机 好像差不多 心臟部分 依然都是ESS ES9038 Pro 的晶片 一共用了4粒 每声道2粒 去组成全平衡架构 它们还可以做到一个很高的电流输出 去到120M 再正确地 以单一个IV 电流电压转换器 将电流转换成电压 再送到Type R 的无耳放大电脑的第一级 Type R 都是这么说 不是一辆著名的辣车 而是送到一套 无总体护回书的无耳放大电脑 是一道相单声道完全平衡的电压放大电脑 亦都是一个功率管和电阻器使用上 精而简的架构 其实在旗舰前级P3身上 都是这样的用法 亦都采用了它的高精度裸泊电阻 可以做出这个惊人的信息量 非常优秀的信操比 以及去到像功率放大器般高的驱动能力 而它只是放在一部解码的无耳输出上用 所以整部机这么大部 是有原因的 关于刚才提到的罗泊电阻 其实是大家都认识的 这个很著名的发销电阻牌 Vishe 帮它特意去度身订造出来的 罗泊 除了没有外面的壳 真的看到里面那些电阻的金属部分之外 它更加要求别人 在它的摺脚的左边 可以固定它的一些物质 它都要除掉它 接着才可以做到很低膝震 很低的阴眼 我会形容为一个很高精度的裸泊电阻器 由于这一点也反映了Sollook 是非常严谨的 必须要再提一次的 就是在S3 SACD 机器上面 其实都已经有说过了 就是这个Sollook 普遍都会采用超取样 Oversampling模式的做法 它有自己一套手法去处理它 就是有得给你选 用或者不用这个超取样 它们也都简单地去用NOS NON Oversampling 去作为一个可以选择的模式 在它们的机器上面 你可以选择NOS 其实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说 如果你选择用NOS模式的话 数码讯号是不会通过 这个数码类波器 因为它们用这个视波器 去观测过这个信号的密充响应 它们发觉如果经过数码类波器之后 那个密充输出的波形 就会有这个前回响和后回声 有这些东西会发生什么事呢 其实就是会多了一些人工化的声音 也都等同是一种失真 所以它也都给你有得减 你究竟是要通过这个数码类波器 一定不通过数码类波器 不过由SACD机到现在D3 我们都发觉真的用NOS 即使不经数码类波器的声音 更加逼真、自然和悦意 另外在P3前级和S3V2的SACD身上 都有用到的一种参考级的计电器 RS-R2-12D 是一款性能近乎水韧计电器 非常高质素的密封式超低损号玻璃管计电器 SALOX甚至形容它的音质 可以比较像没有机械接点的道线 即是没有接接点 也没有机械 所以在D3身上 它也非常重用这一种玻璃管计电器 相信大家在图片里都会看到 D3里面那两份R-type的 无耳放大电脑是多么夸张 更加夸张的就是它的供电部分 三只牛左右 就是给这个左右声道的R-type的无耳放大电脑 前面在面板背后那只 就是给这个数码电脑用的 即是完全分开它的供电 三只牛再加上过百的电容器 亦都继续采用它们的大量电容阵列的政策 就是用一些比较小容量 但充放电快的电容 一共有152粒电解电容 再加上还有52枚超高速耳机管 这样的支援 你说D3是否可以说它的强力能量 好像手道拿来一样 亦都跟随之前的P3前级和S3V2的SACD一样 里面的重量分布是尽量做到平均 所以见到三只牛一左一右 再加上中间那只 其实可以说将左右的重量都平衡了 每只牛它也都会装了一些特别的战片 可能是陶瓷的或者是Tie的战片 令到它的震荡尽量尽快透过这些高硬度的物料 传到机底下的3粒钉尖或者六角柱脚 只要用钉尖或者六角柱脚 是由你自己的决定 它最主要都是尽量将震动能量落地 它可以倒走它 还有继续那三只牛 虽然有个穴 但是它们都不会用一个树枝去倒死它 因为它们是相信 亦都试过用树枝去倒死它 虽然可以令到它少一些震荡 但是这样的声音都会倒死 即是声音不生猛 它们就是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就是将两只牛放在一个角度 水平平衡了那份无以放大电路 令到持力线不会影响到无以放大电路 那就解决了 不需要它为了倒死震而倒死声音 除了用尽心思去处理自身发震最严重的部分 就是那些牛之外 整部机的结构令我想起是什么呢? 就是一些专业的录音室 整个装修它们会用一个叫做Fully Floated 即是整间房基本上就是同间建筑物 没有一个直接关系 可以说完全沿浮了在一个建筑物里面 而在这个Solo 的机器 无论是P3 或者S3 V2 到D3 都是一样 根本整个机箱里面的无耳电路 都是好像大家互相无一个直接的接触 浮起了一样 就连那个顶板 它都觉得我要浮起它做到好像没有顶板 所以它是没有螺丝收死它的 只不过就是它有东西管住它 令到它不能直接揭起 但是在顶板下面也有三个钉 通过那三个钉才落到机箱里面 再加上上面的开孔 它既要令到它可以散热 也都令到里面的能量可以走出去 不会影响到部机之外 也都计算清楚开孔的大小 不会令到外面的电磁波侵入去影响它 所有东西都经过计算 它们说其实它的震动和共振 会对声音的影响 它们都计算在内 虽然刚才D3都已经说了很多材料 但其实都还没说完 但是再说下去大家都会睡觉了 另外它不能缺小的拍档X3 这个主时钟信号产生器 怎么都要讲讲它的内容 其实它是一个精心挑选的 S-C-Cut的超低上位噪音的OC-XO 恒温室晶体震动器 来做它的核心 除了对表现影响很大的输出电阻器 它都用了这个罗泊电阻器之外 输出端子 其实它和D3之间的沟通 就用了这个规格超过20GHz的SMA端子 其实都是一个同族的端子来的 不过它是用在这个 Ultra High Frequency的传递 专用的一个SMA介面的模式去接驳 其实都是对一个音质的不妥协的体验 另外单一的输出 即是说它不会可以接驳几部机 它只是面对这个D3 尽量令到所谓的简单 它的供电也都非常之夸张 它是动用了100瓦供放用的 超级大容量的200VA的环牛去供电 去给这个晶体震荡器所需要的电流 真是挺夸张的 Solo的产品真的太多不妥协 所以它会做了很多很特别的设计 但是我真的没有可能全部一一说出来 所以精简了一点 跟大家说一说 如果大家真的知道很深入的 我觉得大家是有必要去看看我们的文字 无论是实体的印刷版 或者是这个网上的电子版 你看到的文字 就会很清楚地了解到 究竟它们做了些什么 Solo的设计师做了些什么 其实文字已经精简了 大家都会比较容易消化 所以如果你想了解它 记得一定要看文字 下一步当然要讲声 说到声音的部分 因为是主咒 所以我们也会有四位不同的赞稿人评论员 去对这套纽司系统去作出一个评论 当然包括小弟 我们的总编何森先生 还有的就是曾立和陈伟昌 先讲小弟的部分 我文章的大标题 就是形容这套机 是瞄准发烧有去教声的一套系统 在我文章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就是几条自问自答的问题 我先问 就是说 这套纽司系统 发烧元素有没有大量 碳音乐的感觉 强烈监听的元素 也有 是适量的 如果这样形容的话 令到你一时间觉得脑筋打裂 都没办法 因为今次透过D3 再加上Z3的Network Transport 去听在NAS里面的音乐档 最重要的是 通过Sail Link的传递接驳之后 我真的听到我刚才所说的那几件事 发烧元素 透过电影《悲情城市》的 电影《原声大碟》 可以听到一开始 就已经打开了一个很开阔的场面 一个很大的格局 在我们18尺阔的大Hifi榜里面的前半部 即时变成一个超出我想像的3D场景 方位高度前后层次都非常清晰 它的声音的来路也清晰 细致神秘感 大家各个大时代低回的沉重 磅薄的气势那种感觉 全部都给到我 足以令我勾起电影中那种画面的回忆 就像看完一条完整的《悲情城市》的电影预告片一样 画面感相当好的重播 至于叹音乐的感觉 很强烈的 举个例子 Ross Stewart 在他翻唱了一些名曲的专辑里面 的《Sometimes when we touch》 Ross Stewart老得来感情控制得而那把豆沙喉 真是另有一番风味 有一种风霜感里面 隐隐透出一种暖意 又令你觉得很有月力的感觉 令人细味回味 另外还有这个法师傅一定会认识的 就是我们叫大眼妹 他演绎的《Spanish Harlem》 就是连空气你都会觉得有一种甜美的感觉 不过是甘而不利的 叛奏的低音提琴、钢琴、小提琴、吉他 以及在深远处響起传过来的敲击 都好像被空气包围着的感觉 令我好像浸在一个甜美的歌声中 音乐的空气之中 John Williams 的《雷霆战区》 就诗系统令我听得到那种很精致 得来很诗意又挥洒至于很生猛的感觉 有一种光明感 很自在很实在的感觉 还有监听元素 不一定要听古典音乐 或者一些很复杂的录音 就听一些旧录音 曾路德主唱 《余曾独白的天国一方》 通过就诗系统我很清楚听到余曾独有的声线 在温柔中透出一些说服力的看口 完全没有就样 曾路德的歌声就像唱《圣诗》一样 滑溜 带一些灵气的歌声 演绎令人觉得动容 谁令我能情深一 有时激情烛在手里面会化为灰准 反而藏在心底 可以力够上身 接着要讲的是 我们的总片 何森先生对宗斯系统的看法 他文章的大标题 大家看到了 驚人的通透开揚空间立体感 他的文章 最后他说由于蝙蝠所限 我不可能将他的文章部分 右页25个人听过录音的音效 逐一去描写 所以他就抽了一些 他认为很值得和大家分享下的 和大家简报 音场空间感惊人 听很多录音他都会听到的音场 比他印象中更加深阔 3D包围的立体感 真是很厉害 另外声音非常之干净 清晰 通透 听CD的音乐档 他亦都有一种 好像听高清音乐档的感觉 如果听高清音乐档的话 他说声音的密度明显更加强 有一种感上天花 画龙点睛的效果 男声女声都有血有肉 有感情吸引力强 他亦都非常之欣赏 就司系统不会让你代入高清陷阱 没有一种消毒式的清洁味 没有一些倾向锐利的硬质 干寡 死死实实 不自然的潔癖 音乐的背景 超级灵静 最小微的一粒弱音 他说 都有阴影 窄地有声 音乐的节奏感非常之爽快 没有一丁点的拖慢 或者整色整衰 扮美化妆 就是令他相信 好像重现了录音原本的真面目 听Live的录音 就好像自身在这个 concert 的现场 音乐的动感强烈 听Boney M可以令他拍掌和唱 听新編的十面埋伏 那种兴奋刺激感 可以说得来不易 听Billy Jean 有足够的力量推我起身 和Michael Jackson 一起跳舞 哇 我真的未见过 和何森先生拍当多年 我未见过他跳舞 真的错过了 弦乐的音色美极 细致 柔韵 顺滑 擦然 细利 那种感觉 好像听着高级的MC 唱头播LP 再下来 有陈伟昌 他文章的代表题 就是潮着全面中性高传真 再埋进一大步 他分别用过两套前后级 去比较这套就司系统 我还要补充 整个主走 其实我们主要是用了一套 Bloader 的前后级 另外也有再加上 Solution 的前后级 去试听 铐听的喇叭就不变 一直都是用着 B&W 的801 D4 陈伟昌就说 经过两套前后级的比较之后 他发现 D3 和 Z3 除了中性平衡 并没有过多阳光味 感情一样 就像动感一样 对比明显 既可以活泼开朗 亦可展现阴霾沉屈的感觉 钢琴和弦乐 同样是 D3 的强项 前者的琴体分量 共鸣霜外壁厚度 机械感 轰昌空气感 后者的连续变化 琴弓力度与角度 高音时琴弦的金属感 较低音乐时木头暖声 D3 都一一重现恰当 I spent the last few weeks in a small town jail on account of nobody I could post my name 最后 珍纳的文章 他的代表题是 享乐醉意 写到停不了手 他在文章中 很清晰的几个代表题 已经反映到 他对这个就职系统的看法 音乐感情为本 《奔放进入》 《激烈的爆炸力》 《摇滚激情》 《会堂语录音室》 这个标题是怎样解释呢? 原来他说 听Adel 在The Royal Albert Hall 里面的录音 和着视档普现场录音 他说 那种空间感、立体感和层次感 是完全完全 两回事分得清清楚楚 音乐感情为本 珍纳认为 Soul Look 借着他丰盛的分析力 与释放乐运的能力 让享受音乐的趣味超越了 要分析器材特性的意志 令他完全投入音乐之中 《奔放进入》 就诗系统的音色 不会太过湿润 亦没有滞后或软微 不会觉得他特别缅甸 个性是一种很进入 很余雅的感觉 风度偏偏 瀟灑大度 流畅细滑 在全频的平衡度上 更将中庸之道 发挥得淋漓尽致 至于什么叫激烈的爆炸力 就是他试这个88.2 高清版本的1812 音乐的情与景将和平与战争的 两极世界描写得 细致入微 军队操入战场 一层一层递进 步步进逼 跟着大炮声 动感强烈 有力而立体 声音的动感爆放出来 每粒音都清晰细致 Soul Look 属于低频 充满层次而爆发力强劲 声音动感变化丰富 不密实 不暗淡 不轻巧 就是层次为先 综合了我们这么多位 赞告人、评论人 对这个走私系统的看法 我就会觉得 这部机的出色之处 就是令到我们 每个都不停在听 很多不同的音乐 一些自己试音听惯的音乐 一些可能很久没听 但其实很有感觉的音乐 有一些可能很久以前听过 对我们来说 有情怀的一些音乐 不同类的音乐 我们都会拿出来听 不停在听 原因就是真的很吸引 但是是否只是叹音乐 不止的 就是当你要分析一下 它的录音的时候 你会觉得 咦?你又找到 当你觉得叹音乐的时候 当然叹得到 各样东西都给到你 法师的感觉也有在 所以你问我 什么人应该去听这部机 什么人应该拥有这部机 简单说 就是如果你听音乐 听得很阔 或者说得白点 就很杂的话 而又你对发烧有要求的话 买它吧 快点 因为你应该去听 我们一起听听 就好了 帅间 咦吗 帅间 帅 你 ICU